成熟你的生命 像命连世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太免红发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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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受人民爱戴 曾居住过的木造型工和花园 受到良善的维护 并于1997年开放参观 在皇太后花园中随处可见大树参天 繁花似锦草木浮书 而这美丽锦致的起源都来自一颗颗微小的种子 我们任何的行为 都会是未来成果的因 不同的善恶之因 也就会形成未来的善恶之果 所以若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海涛法师借此因缘 为大家说明佛法中缘起的道理 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互相影响 互相依靠的关系 那佛教里面最主要的理论叫空性 那这个什么叫空呢 空不是没有 空意思是说互相依靠的意思 这个世间任何一件事情都互相影响 互相依靠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国企 两个国家的国企 互相依靠 没有泰国 那我们华人在这边也不好生存 没有中国 那现在各位都知道了 大家都在做生意啊 刚才会长讲 我们现在华人在中国做生意 所以我想中国也好 我们台湾 泰国 缅甸 事实上现在应该叫什么叫 地求存 互相影响 互相依靠 这个就是佛教最基本的道理 也因为如此 在互相依靠的过程 你千万不要伤害对方 你伤害对方就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佛教讲了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释迦牟尼佛只想要讲这个道理 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对你好 你对别人微笑 别人就对你微笑 一个人为什么会长得漂亮 就是不生气啊 多微笑 所以你就长得漂亮 一个人经常在佛前供花 供花 那你的脸就更漂亮 一个人在佛前供灯 你的眼睛就更漂亮 这很简单 今天你的眼睛长得不好看 因为你没事就瞪人家 所以你的眼睛就不好看 这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佛教里面说 你尊敬该尊敬的对象 尊敬佛 感恩国王 以后你身份地位就特别高 因为你尊敬别人 如果你看不起别人 或是你很有钱 你看不起贫穷人 以后你就比较卑贱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身材很高大 因为他很谦虚 尊敬别人 经常拜佛他 身材高大 一个人为什么出身做皇帝 做帝王 因为他除了尊敬别人 他帮助最贫穷的人 我们第一条经叫 下心含笑 这个乞丐我也跪下来 蹲下来 然后微笑拿钱给他 不会看不起他 那你反作用力 你的出身更高贵 再来 一个人如果经常造佛塔 给人家拜 因为佛塔代表最高贵的佛像 那你以后做皇帝 被尊敬的对象 今天你用一个佛像 拜在那边给人家拜 大家看到佛像 都跪下来 跪下来供养 行为反中 以后你也被人家拜 就是身份高贵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想要讲的生命的道理 生命的道理 所以我们叫什么来 三世因果 善恶报应 六道轮回 所以生命是公平的 没有意外的 今天你长得很漂亮 那是你自己 种来的 叫什么来 种瓜得瓜 今天你不健康 长得不好看 没钱 这也是自己种来的 念一下 种豆得豆 一切都是自己制造的 在开世圆满后 海踏法师带领大众 施食焉共 普利众生 现在世间杀业太重 缘情在主鬼神多 业障没消除 诸多障碍疾病容易现前 此次太北行程 全程都起见慈悲施食法会 大家跟着海踏法师努力精进 时时刻刻关心众生苦 同时也消业障 激福报 秦来府位于泰国的最北端 与缅甸和辽国交界 因为它的特殊地理位置 成就了丰富多元的人文历史背景 也孕育出两位艺术家 分别创造了清来文明国际的 黑庙和白庙 黑庙真正的名称是黑屋国务馆 于1984年新建 馆主在一片绿林田野中的 近40栋幼木建筑里 收藏来自世界各地 数量多到无法想象有关于死亡印象的物品 有动物皮 骨骸 牛角 雕塑 杀鹿器械等 因此 黑庙常又被隐身用于地狱的题材 来 紫北之旅团圆 攒起盐共乡 愿此地众生得法位 脱苦 太北地区盛行禅修 此行参访一处禅修中心 在一片丰美的草地上 除了佛像以及种种佛照图腾 还有造型前卫 颜色鲜艳的机器人 都是平日禅修中心 用于为大众讲解佛法的题材 此时大众目光纷纷被几尊巨型 且生动活泼的沙米所吸引 中心师父便以此 为大众讲解 修行的方法和心态 他说 把耳朵圆起来 不是说 什么都不听 就是说 要听那个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东西 眼睛闭起来 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看 要看可以看的 看要看那个好的东西 第三位是把嘴盖起来 意思就是 圆多必必食 第四尊的话 就是说 把我们的心胸打开 接受一切 我们可以学习的 什么都可以学习 只要是好的 要把心胸开阔 答应 有事 我们的心胸口 还会学习的 只要看你学习的 生態豐富而祥和寧靜 草地的一邊是一群受寺院保護的牛群 自屠刀下搶救回的牛群 在充滿愛心的環境中生活 神情動作也顯得溫和 而親人 禪修園中光輝燦燦 每一個生命都被慈悲的光明所騙照 洋溢著自由伸展的喜悅 到了夜晚 寂靜的暮色籠罩大地 慈悲之旅團員們 跟隨海濤法師來到天然質樸 彷彿與大地共生息的產修中心室內學員 在靜坐中 體驗萬物生息相通的廣大圓融新世界 好,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講佛法的重點在於 調伏自心 然後禪定 這是必須要的過程 不然我們的心呢 一直被影響 一直記著某一個快樂 或記著某一個痛苦 所以佛陀教我們叫 安娜幫那吧 經常這樣熟悉 不但熟悉,注意你腳的動作 注意你手的動作 所以你每一個動作都要 自己很清楚 我講這個是必要的過程 以後各位有時間 在家裡也好 自己獲得走路 起來,放上去起來 每一個動作都很清楚 最後對你的內心也很清楚 熟悉熟悉 甚至他們念佛教實念法 這個要養成習慣 只是我們修大乘佛教的做之前 要先有一個前行 我們叫三叔聖 就是說我這樣做是為了 所有眾生 一苦得樂要生起一個悲心 然後再發起一個 所以我要成佛的菩提心 然後來祈求師父上師的加持的信心 然後你就開始打坐 路定 然後從這個打坐清安度定裡面 進一步你也可以思維心經 思維佛法 思維眾生苦 最後一講 普接迴向 普接迴向 然後讓自己習慣 什麼叫習慣呢 我們叫靈蛇生命不離即近處 就是說 就像各位你來這個地方 一個下午 內心很平靜 但是各位你不管以後你發生什麼事情 不能夠離開這種即近處 你不能又開始起心動 如何把這個 智慧啊 慘啊用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這個在大乘就要發誓願了 叫靈蛇生命不離即近處 你不能被影響 所以我們在大乘有四個方法 是決定不能改變的 來 念下來 靈蛇生命 不離菩提心 因為我們的動機是為了成佛度眾生 這一點要抓住 第二 靈蛇生命 靈蛇生命 不起稱慧心 不起稱慧心 不能生氣 我想各位今天來看到這一位師父 從頭到尾他有沒有笑笑 各位的特點叫變臉 變來變去 那不行了 那出家人修行人 他的特點也是不會變臉 靈蛇生命 不起稱慧心 第三 靈蛇生命 靈蛇生命 不離善之事 不離善之事 隨時要意念了師父的教導 法師的教導 這樣死的都沒關係 但是那個要抓住 第四個就是靈蛇生命 靈蛇生命 靈蛇生命 不離即近觸 不離即近觸 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啊 很多如何如何 他內心裡面要保持這種慘的狀態 所以我想這次各位來看到 這麼安詳莊嚴 那久之你有快不快樂 快樂 至少比你快樂 但是至少跟大自然合為一體的快樂 所以內心裡面 無論被火燒啦 發財啦 讓你做皇帝啦 做乞丐啊 你還是保持在這個激淨處 激淨處 就是安住在專心的空性裡面 那這樣才能夠真實利益眾生 清來是位於泰國最北的一個府 海拔四百多公尺 是屬於高山地帶 涼爽的天氣 曼灑的綠意 在這遼闊的腹地上 很偉的美勒菩薩和觀音菩薩塑像 以及清來著名的玉佛 激淨安然的守護這片土地人民的善美心靈 那天氣 是個新的時代 有些人偵測的天氣 你還是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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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大的弥勒菩萨圣像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供养这个寺庙 他们在办佛教教育 也在以后要建电梯啊各种的建筑 那借这个机会先供养我们大和尚 然后我们再慢慢走好不好 他叫祭福田 万佛慈恩寺是泰国华宗僧众 为振兴僧企教育 而开办以太中英文教学的佛教僧企学院 寺院以话语身材为任 先进吉然板中深远 进来当地信仰中心玉佛寺位于市区 在西元1434年 一次闪电集中寺庙中的一座佛塔 发现其中藏有一尊玉佛 便将寺庙立名为玉佛寺 海踏法师带领大众绕行玉佛 并发愿回向 众生无边试验顾 众生无边试验顾 环绕无尽试验顾 环绕无尽试验顾 我们无量试验顾 我们无量试验顾 佛大无藏试验顾 佛大无藏试验顾 随后来到寺院中的佛教博物馆 其中收藏了法器 设立 弹城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 在幽静庭园中一处池水里 养护放生的水族 法师以食物与水族们结善缘 为水族们日后得度种下善因 如药师佛大愿 先以妙饮食饱足其身 后以法味必及安乐 地处太北的青莱 有个举世文明的景点 青莱龙坤艺术庙 宛若白雪既存的建筑 位于青莱通往其脉的主要道路旁 一般多称为白庙 纯白的色彩和璀璨的玻璃界面 是白庙的基本元素 其中白色代表了纯洁 玻璃则代表智慧 原本致力于绘画的泰国艺术家 在一个梦境中 出现洁白如雪 荧光闪闪 晶莹剔透的白色寺庙群 他深信 这是佛陀所实现的净土 并立下志愿 以将此净土景象重现人间 作为己任 几桌闪耀着亮眼光辉的许愿树 胜放着一片一片美好的向往 许愿书旁一口包进的水井中 藏着一株正欲闪开的莲花 许多人将身边的硬币投入水中 他们相信幸运将会降临在 可以把硬币投入莲花座的人 白庙迄今为止 还在逐步的建设中 是愿成就净土的八起人 在一切细微处细心的雕枣打造 完工日期 原有谢谢 观音宝塔回台北边境 供奉观音菩萨的秦秦圣地 进来园区 一面是一尊新建中的观音像 以及一座九层宝塔 远面供奉了大大小小的远木观音像 种种装眼芬芳四溢 星 Cop 毛布任增原地 莲花它这个盖ièrement板 sBB 小鹿 远五项 改变 我们 此的 岩 洪 平 玉玉的樹林與天際間 張開了一片金色帷幕 四周一片溫和的燦亮 海套法師在觀音寶塔的空地 燃起慈悲的熏煙 上供土地眾神旗 下施諸眾生 迴向友情處平安樂 所求如意 無上正法願行馳 飛人回 זה fal Device 五 Fun blir 川で水 沙 instinct 二 patiently 三分ש オンマリーベンメヒ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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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共�le 补施一切 六道众生 二月消除 同发菩提 同臣佛道 更愿此地所有建设工程 观音菩萨的建设工程 一切满愿 所谓补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 后必得安乐 焉供与弃 当愿众生 所作结伴 具足佛法 故事者 我们要回想所有供养三宝 建造佛像 所谓故事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 后必得安乐 随喜与弃 当愿众生 所作结伴 具足佛法 现世者 消灾严寿 一切满愿 回向所有往生者 地带祖先 地带祖先 妻子父母 一切孤魂 永离山土 升天升净土 对他 分成这样 阿瓦波达 那也说哈 好 大家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 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界即佛法开示 恭请上果下慈法施主法 日期1月3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 礼拜八十八佛鸿明宝灿 念佛绕佛护身即甘露诗实 恭请战身法施主法 日期1月15日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提早填写 与死身父母 心为悲下 用少功力或大身法 随所纪念 法入心耳 若共考我们不服师身父母 当之世人已被魔钩之所钩着 世尊往昔为世死故 舍离生命 一者 未破众生诸烦恼故 二者 未令众生收安乐故 三者 未自除外贪着身故 四者 未报父母生养恩故 若忧婆色受持借义 不能供养父母 食掌 食油